神在素子這一面,神在素子一面一直是與祂同在 包括祂定死的過程中,在素子一面,神是一直與這位主同在 但是為著祂的經輪,祂暫時離開了主 祂棄覺了祂,之中祂就在那裡大聲地呼喊,交出了祂的禮 你可以看見,不僅能在那裡定祂實行,事實上是神在那裡執行這個死刑 為著我們的緣故,為著祂為我們完成救贖的緣故 神審判了祂,神棄覺了祂 我們也看見這個定死是有一個奇妙的功效 所以到了這一段的時候,五十一節到五十六節 你基本上可以把五十一到五十三做一段,叫做定死功效的各面 有哪幾面呢?第一,看啊,店裡的腕子,從上 那你去讀這個註解,這個表真神與人之間的間隔,除去了 第二,地就,震動,這個表真什麼呢? 撒旦配派的根基,動搖了 第三,彈死也,這表真什麼? 撒旦屬地之國的營累,崩潰了 第四,功效是指著墳墓也 這表真什麼呢?死亡 貧間的能力已經被勝過,被征服了 然後第五面,功效,以碎聖主的身體 這表真什麼?祂的死有釋放人的能力 暫停祂這些死奇妙的功效 然後最終這些死奇妙的聖主他們就起來 見了聖神向許多人顯現 五十四節到五十六節就講到這個 定死功效的見證 這個見證就是百夫長和一些看守耶穌的人 看見這一切就見證說這真是神的兒子 還有包括那些婦女 那這些婦女其中有兩個瑪麗亞 摩達拉的瑪麗亞 還有他的母親瑪麗亞 還有希比泰兩個兒子的母親 然後最終他就被這個財主約瑟 用這個安放在他自己的墳墓裡 然後後面那一段六十二節到六十六節 你看到這裡吉利子他們要再讓你看手 用這個印封了這個石頭 大概就是他們所做的這些動作 把人為主的見證 做了一個奇妙積極的一個見證 死亡不能拘禁他 大家要從死裡復活了 我們就見到二十八章 就講到他的德聖 關於復活這一段也是一樣 我們知道這個復活在馬太的寫法裡面 這個復活完全是一件公義的事 神依著他 第一個我們這些罪人 但是這樣揍神審判 神在他的公義裡 必須要使他從死裡復活 是這一段裡面特別也記載了第十節 十一節到十五節這裡 收到這些羅馬的賓丁 收到這長老和祭司長的賄賂 他們在那裡捏造這個 基督復活的謊言 所以我們看一下這十五節裡面 基本上我給大家分成 第一節就是復活的時間和見證 主耶穌是在七日的頭一日 他復活了 這兩個見證的一個就是摩大拉的馬利亞 另外一個就是另一個馬利亞 然後二節上看到這個復活的功效 就是地大震動 因為他的復活怎麼樣 使這個地的這個根基 撒旦的那個背叛的根基動搖了 然後從這個後面特別是五節 到這個第八節這裡 你可以看到一個復活的傳報 首先是天使來傳報他復活的喜信 分別你可以看到到這個第五節 天使對婦女說不要怕 我知道你們是尋找那定時之下的言人 好我們一起讀第六節 他不在這裡 照他所說的 他已經復活了 你們來看看 就祖父他們要去告訴他的門徒 所以他已經從死人中復活了 好第八節是這個婦女的傳報 這個婦女就趕快去把這個喜信 告訴他的門徒 然後九節十節就講到這個復活的顯現 這個他就向這兩個婦女顯現了 然後後面這十一節到十五節就講到一個 佛認復活的謊言 今天我們可以從這裡看到這些所有的一些細節 好那我們最後來讀一下整個馬太結束在這三節 就是十八節十九節二十節 好我們一起宣讀十八節十九二十節 耶穆基睛 為他們說天上地上所有的全力都赐給我呀 所以你們 鼓勵使民從我的門復 將他們進入不自身民的秘密 管我所吩咐你們的 主人是甚麼都叫盡他們之手 看啊 我天天給你們回來 直到這世代的終結 主復活之後 在他升天之前 給他所有門徒一個偉大的托付 這個托付是甚麼呢 就是我們要去 去子萬里做主的門徒 做主的門徒就是做國度的子 人怎麼能夠成為國度的子民 第一條件就是他們要被進入 護子聖明的民意 第二條件他們就需要 遵守主的吩咐 意思就是他們要遵守主的話 所以也是提前讓你告訴我們 神不僅願意萬人得救 就是要完全的 但因為我們都接受這個偉大的托付 受主差遣 往各地去使萬里做主的 他們進入三一省的民意 把主所奮護我們的 之後再教訓他們 這樣不要激烈主要天天 與我們同在 直到這世代的終結 去神聖明 師父親 這位聖明 來自討論 聖明 只要聖明 聖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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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聖明